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好久不見有沒有想我啊 今天阿菜呢 等一下有沒有發現我穿件毛衣上體 好像看起來非常的巨大 啊沒有啦我們趕快回復正體這樣 不要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在我們的人生裡面呢我們常會碰到很多 大大小小不同的事情 以及不同的問題但是我想 情觀感情應該是 最困擾人的 因為自古呢大家就說那個 呃什麼難過 呃情觀 而在感情裡面呢常見的問題 很多例如說面臨分手 遠距離戀愛 感情淡了男生劈腿 女生劈腿 雙方開始工作太忙等等的 一大堆 那現在呢也有非常多的影片在跟大家講說 怎樣讓男生喜歡上我 怎樣讓女生喜歡上我 或女生最討厭的什麼啊 男生最討厭的什麼 那今天呢我們是要來解決一個非常 困難的問題 在問題開始前呢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share出去然後按個讚 還有就是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畢竟這麼優質的 youtube頻道也不太常見了 沒有啦到處都是啦 唉唷開玩笑的開玩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那麼鏘 今天我要來跟大家聊的就是 記憶的前進法則 你們一定心裡就在說 阿菜又在說什麼 自妹妹通信帳之後 難道要發明奇怪的東西嗎 沒有我真的是很認真想過 之後我才想說 嗯應該要拍一支片子給大家看 記憶的前進法則 譬如說 今天你跟一個男生或女生在一起 然後呢可能你們在一起已經一段時間了 然後受到外界的干擾 所謂外界的干擾可能是有別人的存在 但是經過一番風風雨雨之後 因為在一起不是永遠都是開心的嗎 你們中間可能會有爭吵阿 可能會有很多壞習慣 可能會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但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們想要往前進 人往往都會停留在你的記憶裡面 然後就在那邊打轉 不知道怎麼走出來 然後繼續下去 簡單來說呢 你就是非常糾結在某一點上面 譬如說你的男朋友 或是你的女朋友 好像喜歡過另外一個人 在你們交往前 精神上有出軌 或是身體上有出軌 whatever 在這種情況之下 最後你還是覺得說 還是比較愛現在的對方 然後想要一起前進走下去 然後你們不停的在糾結 之前發生過的事情 然後都會一直不停的吵架 然後就一直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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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搞到本來很愛的 就會慢慢的覺得很煩 大家都非常的疲累 因為愛是會慢慢被消磨掉的 說到這個呢 我們可能就要講到時間以及空間 發生過的事情 基本上它已經是 一種留在過去的空間裡的東西 在你的腦海裡 而我們人生是不停的前進 隨著時間的前進 所以你現在就想像一下你的靈魂主窍 就是說你的人已經在這裡了 但是你的靈魂還停留在那個時段 應該是不需要招魂吧 然後當記憶呢 一直停留在過去的那個空間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我很愛你 你也很愛我 但是為什麼 我們總是 就是要為過去的事情而爭吵 因為我已經不喜歡那個人了 或是那個只是一個錯誤而已 我們不能一起往前進嗎 然後你們兩個就說 可以啊我們想一起往前進 但是其實根本沒有辦法一起往前進 因為三不五時就會再回到那一點 繼續吵架 所以當你們選擇要繼續在一起 一起向前走的時候 你們就必須要跟召回一樣 趕快把你在過去的那個記憶點 拉回來 拉到你現在的身體以及大腦裡面 然後往前走 好你一定會說 阿太要怎麼往前走呢 我們也很想往前走啊 那就是為什麼我在這裡的原因 既要向前走的話 你們就要一起創造新的記憶點 我在這邊簡單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 去做一些你們平常一起不會做的事情 一起去上課學一個語言 一起去出國旅遊 甚至於一起去創造一個新的習慣 譬如說每個禮拜六的早上都會一起去吃 早午餐拉 或者是一起去騎U-bike 然後呢在做這些事情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會發現新的事物 以及認識新的人 那這時候你就會慢慢的創造新的記憶點出來了 因為過去的那個空間的記憶 就會變得越來越淡 所以呢大家都常常會說 時間能撫平你的傷痛 但其實真的是時間能撫平你的傷痛 還是勇氣能撫平你的傷痛呢 時間能撫平你的傷痛 那也不過是你的人生繼續了 然後你的人生遇到新的事情 你才會對過去的事情 慢慢慢慢的沒有了這麼多的記憶 你想想看 你的前女友前男友 嗯...前前女友前前男友 跟你現在正在交往的對象 當時間一拉長了 請問 其實你還記得他的事情多少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他們的面相有點模糊 甚至不記得他們長怎樣 好啦 基本上呢 這就是我想出來能解決的方法 那希望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實在是太多人 嗯...私訊我 然後密我這個問題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把分享出去按個讚 然後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打開小鈴鐺 FollowFacebook以及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祝你們好運 祝你們好運